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起来的全国同学 欢迎收看今天的金钱到 那今年的圣诞节很有意思 因为其实你知道就是外国人真的在过是重点在那个平安夜 那因为平安夜这一天如果说你不是在廉价或是放假的前一天晚上的话 因为平安夜就是要有那个12点的那个活动 那你隔天要上班就没办法了 所以今年很有意思 刚好是在礼拜六礼拜天 一个平安夜再加上一个圣诞节 所以今年大家真的可以好好地规划一下 就感受一下这个 因为这是全世界的一个潮流跟气氛 那我觉得全球的三大宗教 讲佛教 伊斯兰教跟基督教 感觉基督教的这个圣诞节比较有商业的一个 我们讲当然就是他会特别带来一些活动 那佛教感觉就比较没有嘛 所以我觉得西方人有他厉害的地方 西方人有他厉害的地方 现在已经变成全世界的一个活动 然后因为有这个活动不是基督教的人也很喜欢参与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商业行为跟模式 商业的模式 有的时候你在这个其他的活动当中 他不见得是一个不好的 你知道吗 有的时候他反而是带来一种效果 我觉得圣诞节就是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我觉得今年大家就好好的去庆祝一下吧 好不好 那么今年因为操作股票的人很多也感觉还蛮闷的 因为传统的操作方式在这个地方是注定失败的啦 传统的方式是怎么看 先看大盘嘛 对不对 先看大盘的话就一定要解国际财经 解完国际财经再来选股 然后选完股票再来 定目标价 然后法人的报告 总就要由上而下 那我跟你讲文死的 我跟文死的 文死的 我无骗你 不是我在委员总厅的 你想想看 我问各位一件事 你看在热钱环境的情况之下 川普当选 英国人脱欧 对不对 然后国内变天 在整个热钱不退的情况之下 所有的事件 你就像是一颗石头丢到湖里面 那个连移只有维持三秒钟 就没了 为什么 想象一下整片的湖面都是钱 股票根本没得跌 所以当你指数不跌的时候 外资左手有台积电 右手有大力光 它卡住了 你指数根本就别想回多深 那 传统的方式会研究大盘吗 你研究就输了 因为大盘再怎么走 它就是在那个一两千点的区间里面上上下下 它不像是以前早期 早期台湾会走一个大波段 年度的高低点 駭肉可能高达三千点 它可以从六千涨到九千 可以从七千杀到四千 那是以前台股是这样 其实没有了 它挤在那边 挤在那边有一个缺点是什么 单行情真的杀下来了 你开始研究恐慌的气氛的时候 抱歉它又涨上去 等它涨上去你想追了 对不起它就掉下来 虽然永远都在打摆子啊 指数永远都在打摆子 一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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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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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研究怎么输 你永远都反向 那不要研究啊 研究在干嘛 悬谷就好了啊 因为指数你研究它也没有用啊 就悬谷 那这种现象什么时候会结束 热钱回家就结束了啊 美国升息两次了嘛 再升三次 四次差不多了啦 所以现在这一段时间到第三次升息 跟第四次升息中间 是你的黄金捞钱时期 好好把握 那么我们说这个礼拜杀下来就是要进货的嘛 对不对 所以先来看几个重点喔 这里是川普当选日嘛 那个地方叫8879 带两根超巨大量对不对 两根超巨大量 现在撒下来没有量 这一种毫无破坏力的卖盘 你怎么灌破这两根大黑庄 很难呢 所以从现在的这个9100附近 9078到8879中间 只剩下200点的空间 你就贴着这个空间买就好了啊 他杀下来你就买嘛 杀下来你就买啊 不管他拉回来多久 日后再过高一次你一定大赢加 对不对 没错吧 那这种打摆子行情就是 最忌讳什么你知道吗 你过高才追 你这里过高才追 你就挂啦 你就死定啦 现在应该已经在准备停损了 你就是要杀下来的时候买 飘给他过高 过高就全出光 就把握这个节奏就好了 那所以这个礼拜是做什么动作 当然是买啊 对不对 买完了以后呢 开心的过圣诞 下个礼拜就看着你的股票表演 再来呢 就元旦做那个跨年啊 跨年完了以后 休息一下 大扫除准备过农历嘛 所以接下来的日子就是 就是你要先准备一些存粮 先赚他100万 好好的把这件事情规划一下 我觉得就是你现在的重点 那当然最好的时间点 就是拉回的时候买 你不要过高才追啦 我相信现在的投资人被修理这几次 你大概也都知道 那今天我们来看到有没有股票 都跟着大盘杀 没有嘛 对不对 大盘是杀大型股嘛 指数本来就归指数 个股归个股啊 那我们看仲达创新高 整理两个礼拜了哦 准备要组身段了哦 你看到没有 这跟大盘完全无关的啦 你自己看嘛 我拿这件事情来做对照就好了啊 涨上来涨什么 涨上来这段涨什么 涨强势股啊 这就是强势股嘛 那跌下去这段跌什么 跌下去这段跌什么 跌弱势股啊 强势股不会跌啊 就这样子啊 那你说老师这是不是不公平 不会不公平啊 因为重达77低啊 以前人家在跌的时候 你没看到啊 现在等到人家跌了 他不用跌啊 这就股票啊 因为指数跟你的股票 完全无关啊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 你传统的方法一定错啊 传统方法是先看大盘嘛 没有用了 你大盘看准100分也没有用 因为大盘只代表台阶跟大力光啊 你又不做那两档 对不对 郁金光他涨的时候 管理指数在哪里 是不是这样 今天月峰也涨停啊 一马当心轰上去 因为大家期待他12月的时候 1月初要公布嘛 没在管大盘的 真的你现在 但是我跟各位讲 你要注意个股节奏 涨多的股票不要追 等整理 他就要整理啦 大盘拉回他整理嘛 那现在整理差不多两个礼拜 我是希望 当然我个人的私心啦 希望他整理长一点 让他整理长一点 对不对 慢慢的把那个指标都拉到中轴 然后呢 最好是来个假跌破 刷上去最强 对不对 哪一种股票最强你知道 就是那种假跌破 啪一下上去最强 因为那个刷的动作要把那个没有信心的卖盘下出来 再拉上去 让他们追不回来 好了 这个所以看一下 那 其实从 我们这样讲 从价位来看的话 从六十几块 涨到八十几块 其实也没有涨太多 对不对 大概差不多三成而已 三成 没有涨超过三倍 都还在接受范围 像那岳峰就 岳峰多少 岳峰好像三倍 我看一下岳峰涨多少 差不多了 岳峰大概三倍 从十几块上来 最高到五十五 那三倍 岳峰大概三倍 但是因为 它的那个 合并内科公司的营收如果进来的话 整个会脱胎换股 所以 后续持续观察 那我们刚刚再回到这个仲达 仲达上来就是要看统星了 跟各位讲过 对不对 仲达上来一定就看统星了 因为 概念差不多 不过呢 统星的价位低多了 但是统星它公布它那个 单月获利有到五毛多在这边 那天涨停板 那价位都没有跑掉 都还在这边震荡整理 消化那个当天的卖压 消化当天的卖压 可是整理有分几种 它是股价有看到新高的整理 很多人都会讲一句话说 哇 这个什么股票过高就会拉回 可是投资朋友们 那是至少它有过高 对不对 你说过高就拉回 这也不是坏事 对不对 对于谁来讲是坏事 你过高才追的人 当然会觉得很衰啊 那问题是你干嘛过高才追 对不对 你干嘛过高才追 你拉回的时候自己买了 它自然就会过高了啊 现在操作不是用眼睛看 不是用眼睛看 你要掌握那个节奏 好 那昨天预告的股票 现在开始跟各位做追踪了 昨天预告股票说 拉回来要买嘛 买谁啊 买这一波最强势的股票 举例 像谁 这次吗 永洁对不对 昨天是不是跟各位预告 拉回来嘛 那474永洁 我们来看一下逻辑跟题材 这个因为它跟中文医院 合作了一个AMOLED的材料 那技术下放 未来来讲 MLLED为什么今年重要 因为i8要用 传说i8要用 i8为什么重要 因为i7卖很烂 iPhone7卖那么差 i8一定会卖很好 这就是六代的经验 iPhone5卖得很差 iPhone6就很好 iPhone7卖得差 iPhone8就很好 因为一只手机称不了两年 果粉一定会强力买进i8 i8如果有AMOLED的话 全世界手机都会学它 明年一整年都是AMOLED的消息 就是这样 那你说老师 这个你要拿到苹果的单子不简单啊 不是只有认真就好耶 苹果也会来看你耶 是没错啊 但是你不见得一定要拿到正宗苹果的单啊 苹果用AMOLED 中国那些二线手机一定会跟着用啊 你吃那些单就够了啊 对不对 所以永杰是有梦的 他有一个大梦 真的是有大梦啦 AMOLED台湾能够切入的厂商不多啊 那我们昨天既然公开预告 这一天是涨停打算那天嘛 带大量 长黑拉回座邀请 敲敲门你开不开 今天眼睛闭上开盘直接 买 昨天有没有公开预告 今天全国见证 对不对 没错吧 如果说我们流差的股票涨停 对你来讲也没帮助 可是如果今天早上可以动作的股票 真的成功啊 因为昨天有预告了 所以这个就看起来一点不突兀啊 那明天如果能够有机会把这个黑帮吞掉的话 你的7%就到位了嘛 我们就要求一个礼拜7%而已啊 你先达到7%的目标 你再去要求别的 7%够啊 3%的7%就21万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大活动 就是在普天同庆388 带您跨年这个动作 大家不要紧张 大家想说 像我们有观众打来说 老师啊放假太多 现在找你划不来 你不要这样算 我跟你讲 我都替你想好了 过年才帮你洗算 现在开始我招待 现在到过年我招待 我正话说了算 为什么 有些投资人员觉得说 老师现在就加入你 接下来放假比较多划不来 你这样讲没有错 的确是如此 我站在你的立场 可是我们要讲另外一个事 虽然说你觉得过完年才来 比较划得算 但是呢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股票先发动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我 我就很大方啊 我讲一句话嘛 现在到过年都不算嘛 都我招待啊 过完年才算啊 为什么 股票先涨了你怎么办 对不对 我平常不会没事讲这句话 一定是有事情要发生 我才这样讲 真的有事要发生的 我来给各位看一档股票 这美率嘛 金钱是不是大涨 大家知道它的逻辑是什么 美率为什么能够大涨啊 因为力讯嘛 力讯要入股嘛 但是国家不准啊 对不对 政府不准嘛 现在中资是很敏感的耶 没事怎么会让你来台湾的公司啊 不可能嘛 美率想到一招怎么弄 他们想到一招怎么弄 对不对 让那个力讯去投资 美率在苏州的子公司啊 那意思不是一样 对不对 子公司不是美率嘛 是美率的子公司嘛 我去投资你 那其实最后单子呢 还是有机会转到美率身上嘛 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 就是 唉 就转个弯嘛 你听得懂吗 我不给你投资美率 但是我在中国有个子公司嘛 那你就去投资那个子公司 我管不着 那些子公司在大陆啊 你怎么管 结果 从50开始涨 60开始涨 70 80 90 100 110 120 一路狂奔啊 为什么 因为营收进来了啊 涨多少 大概直接先涨100% 帅翻呢 美率有量又有价 100%代表什么 代表你3000万进去 6000万回来 赞 对不对 那投资美率有没有赢家应该怎么想 赢家是去跟人家吵说什么 该不该这样该不该那样 不是 赢家的老大在想什么 吼 找到美率这招有用 你早跟我讲 我当时应该买他100张啊 那我跟你讲一件事 小美率 美率第二出现 你信不信 要是真的想赚钱的人 现在耳朵就竖起来了嘛 对不对 那不想赚钱的人可能就是 也不想听我讲什么 是不是这样讲 所以我才跟各位说 这股票要赢 第一个要件是什么 你的心态要想赢钱 你且看一家公司 美率大涨下换郁军光 郁军光是二线镜头厂 我说这张股票刚刚开始 走向他们的路 你信不信 首先第一个 今天是不是大一根大量 就形态来讲 这个一定是刚起涨 这个不用我教 你也知道嘛 对不对 这个一定是 今天这根大量过高 就是表态 别人再跌他再涨 对不对 口诀三格啊 别人收黑我收红 对不对 别人大跌我不跌 再来呢 别人大跌我小红 对不对 我过高 别人破低我过高 那我们来看 美率跟逆讯的模式 那又再度出现 有一家公司 他公告 中国的凤凰光学 怎么进入他策略联盟 这凤凰光学去投资 他在 他在苏州的子公司 的苏州厂 那么凤凰光学去何许人也 他这个海康是同集团 海康不是那个引擎眼镜 他们是做光学镜头 他做什么你知道吗 在海康布局中国的车用 因为他们是那个中央器 安控市场 安控什么 网路摄影机啊 现在因为全球的民粹主义兴起 那恐怖工举 明年一定很多啦 我想跑不掉的 所以安控这个产业会 会发光发热 尤其在中国 你知道那个网路摄影机 那全球最大 你要知道这个海康 那海康去投资了 这家公司在苏州的子公司 苏州厂 应该这样苏州厂 这个逻辑不就跟当时 力训去投资美率一模一样吗 力训去投资美率在苏州的子公司吗 你看这一根放量以后 股价再也没有回过 一路狂奔 涨了一倍 有没有 低档带一根大量嘛 再看一下 这家公司 刚刚公布 中国的凤凰海康 投资它在苏州的苏州厂 底部带一根大量 第一天发动 你自己看一部一样 自己看一部一样 像不像 刚刚开始 完全的美率逻辑 这个就是说我们讲了 我跟各位讲 股票要涨 你挡不了 股票要涨 挑它的日子 不是挑你的日子 那我才会跟你讲说 现在要过年算我的吗 你不用介意 我先让你进场 其他的通通过年以后再说 这就是我们先388带你跨年 388都过年以后才算你 现在我先带你 好好把握 全新的股票要开始 我们先进一种广告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跑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大华国际服务 2362-8000 2362-8000 2362-8000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阻挤一切草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窗 空的按照 平常工作时 我留意 可以 的 不会 烧 甜 我們看金居 第一根發動點 因為它之前盤的夠久 對不對 所以你會看到這一根發動了以後 帶了一根大量 超過一萬張 大家再拉回他就不拉回 撐得很穩耶 金居算撐得蠻穩的 你看三天了 三天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這一根帶有重要的指標性 因為它之前這一段盤夠久 有沒有 你一上去就是 信心不足的都已經不在車上了 你在下面排那麼久 第一根大家一定都賣了 為什麼九盤以後的第一根帶大量 只要不失手 後面都有一段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大量是有人買也有人賣 那誰賣 一定是在這裡套牢的人賣 不然怎麼會帶大量 這裡的人如果不賣的話 這一根紅棒不會有量 就直接就飄上去了 對不對 那這一根帶大量的意思就是說 不耐久盤的都已經在這一根投降了 賣掉了獲利了結出了 你上去了以後 只要不回來接他們 什麼叫不回來接他們 不再回到他們賣掉的價格 就代表什麼 他賣錯了 這股票就是強 最強的股票就是賣錯的股票最強 你要把這句話抄在你們家牆壁上都可以 賣錯的股票最強 因為他再也不會回來 對不對 所以大長紅的那個關鍵價的那一根 我常跟各位講就是說 新世代的價量理論 只看關鍵價那一根 因為你沒有辦法維持整個波段 都有滾滾而來的量 那是10年前20年前的台灣才有可能 現在已經不可能了 所以整個價量理論你要全部改掉 沒有價量配合這一回事 只有價量表態這一回事 你沒有辦法配合的啦 你怎麼配合啊 一天成這樣才幾百億 你要怎麼配合啊 你就把你們家書上交你那什麼 價量配合上漲量增下漲 你都把它丟掉 沒效 當天有效 後面的人就不用管那些 你自己看嘛 克斯達就是啊 你自己看我講的對不對 現在的強勢的股票一定都是背離的 書上交的全錯了 那你不能說書上交的是錯的 是台灣變的 那這個東西就變成說 沒有人教你新招 但是我在體會當中跟你分享 你要我集結成書也可以 你要給我一段時間 但是我覺得先帶你們比較重要吧 對不對 對不對 立青有沒有 這個 未來啊 車燈要換成LED啊 很多人都覺得LED掛了嘛 捷克尾你看我們買立青 當天從54塊拉起來 多強啊這一支 不是LED都要掛了 不是LED都要掛了 這樣股票狂拉上來 對不對 假設你是買在50的話 或是你買在52 52來到62這邊 一張1萬塊你就多少了 你就說不定就達正了啦 我跟你講未來的車子都是LED車燈 因為LED車燈喔 它除了 呃 低溫 就是不熱啦 不燙 不像以前燈泡那麼燙 然後呢 它不過熱省電之外 最重要的是 它跟智慧車的搭配 它可以追蹤那個路面 現在很多高級車都選配啊 以後有可能會變標配 那看一下月峰好不好 我剛剛講過了嘛 一馬當先上去 大家在等你的那個12月營收 萬眾期待喔 那今天一口氣數到最後 那你看它當時這一根 關鍵架的量爆出來嘛 日後只要不失手這邊都算數啊 它量也是沒有增加啊 對不對 但是它這一根關鍵架有量就好了 這就是新世代的價量分析了喔 我想只要每週達成目標20萬 一年就有1000萬 重點是現在到封關四個禮拜 你只要達成三個禮拜就夠了 好不好 而且這三個禮拜算我的喔 你不用擔心 388我讓你先進場 這388過年後再起算 現在我讓你先進場 下個禮拜直接帶你 普電動氣 帶著股票來跨年 該買哪一檔股票 禮拜我先帶進場 本公司於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地震了 怎麼辦 一 爬上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大華國際投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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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2-8000 大華國際投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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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会务部部长民众严医师 我是台南市长赖青德医师 我是嘉义市市长突行则医师 流感严重时可能变化肺炎 甚至危及生命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 从医师的专利立场我们正中呼应 我们的工业流感疫苗 接种的民众请尽速接种 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更保护我们作为所爱的人 接种流感疫苗 出车行动